Hello大家好,我是雪鹿,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光之国位于M78星宁,这些年来光之国内诞生了无数的奥特战士 他们实力强大,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怪兽也从不退缩 例如赛罗奥特曼,他就曾多次阻止贝利亚毁灭光之国 不过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在光之国内我们曾未见到过平成时代的奥特战士 那么像迪迦,戴拿,盖亚,这三位奥特曼,为何从来不去光之国呢 其实不是他们不想去,而是雅各就不敢去 就比如说迪迦,作为整个奥特曼系列中人气最高的奥特战士 他的力量来源于光,同时也象征着希望 但即便迪迦是正义的奥特战士,他也打死的不敢去光之国 而这一切都源于三千万年前迪迦做过的一件措施 当时迪迦带着女友卡米拉以及其他几个小伙伴在地球闹了起来 甚至一口气消灭了地球上所有的奥特战士 最后还差点把地球给转没了 要不是幽怜成功劝说迪迦气暗同名,也许他会犯下更大的错 大家说,这样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 要是到了光之国,奥特之父能容的吓他吗 另外按照远古的设定来看 戴娜奥特曼也并非来自光之国 而且他跟光之国也没有任何交情 戴娜天生就是个善良的奥特战士 只要有怪兽来闹事,他就会立刻出现 把怪兽击退或者打败 戴娜原本跟光之国处于不同的平行时空 不过戴娜拥有穿越宇宙空间的能力 所以在大战贝利亚时,戴娜就来帮过光之国 后来塞罗奥特曼还特地请戴娜留下 不过戴娜还是离开了 因为光之国似乎有个特点 那就是外来人口很难与当地人相处融洽 而且戴娜也早已习惯了自己无拘无束的生活 至于戴娜奥特曼,他与前面的迪迦和戴娜不同 因为他的力量全部来自于地球 要是他离开了地球的话,力量也就跟着没了 打个比方来说就是,鱼要是离开了水,估计得干死吧 同样的道理,戴娜奥特曼如果离开了地球 就会像离开了水源的鱼一样,最后落了个死亡的结局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下面没有不同意见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雪鹿哦 喜欢的话,别忘了给雪鹿点个赞哦 想看更高特曼资讯,关注我,抢先看 我们下期再见